各位觀眾,歡迎回到你問必答的環節 身邊繼續有Jason在為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Jason,你好 師傅,你好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有甚麼幫助你 我想問你約112合身 是 我見他70多元跌到21元 確實是21多元入了 如果總跌,可不可以再交貨 明白,你現在21元左右的水平 入了,想問是否交貨 好,明白 我們先看一看合身元現在的股價 暫時正在做17.6的 跌了接近1.9% 又跌了3.4% 其實合身元股價的走勢比較差 一直捱著52周低位 Jason,你覺得家庭觀眾現在 林先生在21元這個水平買了 現在跌了下去,其實跌幅已接近了 這間公司已經在去年開始轉弱了 你覺得現在應該要交貨 因為他現在的股價錢,就調低到去到0% 基本上他們管理層都預計 今年整間公司的收入都不會增長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看到現在在內地買奶粉方面 面對的競爭仍然是相當大 你說可能兩三年前,當時國內的父母 可能都因為貪責品質的問題 就可能將一些比較便宜的奶粉就不會選擇 所以當時合身元因為都是主打一個 由法國那邊進口的奶粉產品進來 兼此它的價錢買得相對比較高 所以當時就令到很多中產以上的家庭 那些父母就會去選購這一類的產品 但是你說去到今時今日,都見到現在內地的人 就算要買一些外國品牌的奶粉都好 他們基本上上網,按一按按鍵,下單 基本上就可以買到的 所以變相有多了這個線上的渠道 給人們去到選擇 令到合身元在定價優勢上面 或者本身的獨特優勢上面都是消失了 所以如果你說看回本身公司的產品的競爭力 現時來說,我相信就很難去到兩三年前的水平 甚至乎他們都說到 如果他們接下來的業務都進一步惡化 基本上對於下年來講 盈利還是會有一個倒退的風險 所以看回它的股價 為什麼你說今年由七十多元 年初的時候的高位去到現在剩下17元 都可能反映了整個業績 基本面方面都是有一個很大程度的轉變 如果你說在二十一元這些位置是撓了的 那我都覺得如果在短線來講 暫時見不到一個很大的反彈的動力 因為無論看它的消息面上面 看它的管理層講話方面 對股價來說都是沒有一個很大的支持的 反而你看到它的走勢 都保持著在十天線和二十天線下面 在這裏不斷是浪低於浪地走 那我有少少擔心 那接下來就算它反彈也好 那彈回上去現在一條十天線左右 就是大概二十元 都可能已經是頂住的 那所以我都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如果你說真的拿得多貨 接下來等它有機會彈回一點點 去到十八個嶺 至到十九元這些位置 可以先走部分的貨 那否則你都可能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整個浪低於浪的形態 去到今年年底 都未必能夠那麼容易改變得到 林先生我可以考慮一下Jason的意見 Jason覺得合生員的基本面 可以已經變差了 股價可能會有些壓力 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反彈去十八至十九元左右 才行可能要減一減榜 好 之後我們再聽聽楊小姐的電話 楊小姐你好 Hello 熱生 你好 Jason 你好 Hello Jason 我想請教你 你介紹的那隻金峰科技 是呀 升了大陣下來 現在的策略應不應該買呢 不明白 昨天我們每周的股票都推介過這隻股份 昨天也有說到 其實金峰科技會昨天稍後的事情公佈了業績 其實公佈了業績出來 第三季多賺了八倍 今早股價曾經升過接近一成了上去 但是看到了去到十五個三就開始遇到一些阻力了 Jason 你昨天就叫我們十四元買 現在做十四個一 今天暫時的低位都是十四元零四元 仍未到你心目中心水的買入界 如果現在不算差一毫子的話 正如家庭觀眾所說 是不是應該現在買呢 沒錯 見到他昨天出來的業績 的確是有很大的增長 但是這一方面對於市場來說 不是什麼新聞的 因為昨天我們介紹的時候 都已經是說了 其實他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都已經是公佈了那個營起了 昨天出來的那個順利的增長 就跟他之前所公佈的營起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沒有什麼一個新的驚喜 但是如果你說說回他本身 他那個基本面方面 包括昨天都提到的那個 即是即是即集額訂單 或者一些新接的訂單方面 仍然都是相當之強 那再加上他現在開始積極 去到托展下游 那個風電廠營運的業務 對他來接著的那個收入的增長 都會有個幫助 所以如果你說看回他的股價 今天沒錯的 早段的時間就一度就 升到上去接近15.2元 但之后上升动力明显减弱了 而且到现在这一刻 都是有一个游升转跌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要买 我觉得都是可以再等它低一点 去好像昨天建议的 大概是14元B这些位置才去吸纳 当然由于现在股价都属于一个高位培会 所以在高位买了货的话 下面都一定要订回风险管理的止洩位 如果你说14元买的 下面如果穿13元的话 可以走走货 上面一个中线的目标 我仍然是维持大概在15.6至16元这些价位 看到了最新金峰波及股价又大了一点 去到12.24元 正如Jason所说 等股价回落到14元边左右才买的止洩位 就订回在13元 也很感谢家庭观众收看我们每周一股 Jason 正如家庭观众所说 最近很多公司公布了业绩 其中就像比亚迪那样 公布了业绩出来之后 股价就大跌了下来 看到比亚迪第三季的业绩 顺利有2,800多亿人民币 倒退了2.6元 为什么做得这么差 其实政策不是一直在扶持这些新能源车的吗 是的 如果你说单计新能源车的部分 它的确不错 之前公布的销量方面 或者一些新的产品 受欢迎程度都相当高 但是这次的业绩为什么这么差 而且对于第四季来说 都发了一个刑警 最主要的问题 都是因为传统车方面的业务 都受到一个相当大的冲击 其实你说今年由年初到现在 内地很多车厂都是面对一个销售出现放缓的情况 很多都在定价上面要定价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计了品牌的效力 比亚迪和其他一些内地自主的品牌 包括你说好像和长城来比 和东风来比 甚至乎你说同一些在香港没有上市的 包括上海汽车第一汽车来比较 其实它的知名度相对都不算太强 所以如果你说计传统车的竞争力 它就绝对不属于内地一个一线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说这一部分的业务都是差 对它的股价或者对它的业绩 都一定是有个压力在这里 看到了 其实劉比亚迪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都有国策扶持住 好像之前 广州方面也公布了一些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 在扣置税方面 好像广州那样也有接近六成的补贴 其实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新能源车这方面是否战时 因为规模未够大 所以未能够抵消到传统业务 带来的盈利冲击呢 对了 政策方面的确是相当多 你说好像免扣置税这一个政策 昨天又出了第二批的目录 比亚迪方面也有些车型入了位 至于你刚刚说到广州的补贴 就不是说补贴的扣置税 就是补贴的差价 你说整部新能源车 本身好像秦那个系列的产品 原价是要买到19万至20万的 如果你说现在能够补贴到六成的 基本上可能你是用11万左右 就能够买到那部车 在竞争力方面的而且会提高了不少 所以如果你说是一个政策的大动下 我对于比亚迪未来的新能源车的业务 仍然都看得是比较乐观点 但由于这一部分的佔比 现时还是比较小的关系 所以当传统车的下滑 未能够即时可以 被新能源车的利好因素去弥补 所以对于股价或者对于业绩来说 短线的刺激力度就未必说太大 直到你说可能两三年后 当新能源车的业务占比开始提高了 到时对于它的股价来说 就可能会比较稳定些去增长 明白了这一节好多谢Jason 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和分析了比亚迪的业绩的 刚才提过相关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 这支纸巾来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继续看看其他股市焦点 千万不要走开了